这美女不得了 别看长得丑人家可是仙女 看上你了还能实现你三个愿望 小猫觉得她好像有那个大病 于是根本懒得搭理她 总回房间继续啃着汉堡 可像一鸟这咋还卡住了呢 没办法只能呼救了 可结果嘴张半天 愣是一句话没说出来 想派窗户呼救 可大街上连条狗都没有 危急关头仙女闪亮登场 将小猫一把抱上柜台 然后对着小肚子框框就是一脑袋 东西是吐出来了 可人也彻底干报废了呀 但是凡事不要慌 仙女有办法 只见她用脚给小猫来了一段按摩 有时没事的缓缓造型 能看出小猫很享受吗 终于在整完一整套后 小猫苏醒了过来 仙女又发出致命疑问 你的三个愿望准备好了吗 这下小猫认命了 这是天涯躲不掉的 于是随口来了去一辆便驴子 和用不完的免费汽油 第二天小猫在一睁眼 一辆崭新的便驴子出现在眼前 小猫开始的开出去溜 结果车自己跑了 玩够了回家 抬头就看见仙女约她吃饭的留言 而这边仙女心想要跟男神约会 于是也想打扮打扮 明目张胆地走进时装店 扒下橱窗里的衣服就跑 接着来到鞋店 叫服务员打包好鞋 然后结果就开始拔腿就跑 便圆正后面追着呢 突然碰到个同道中人 俩人还握个手表示友好 好不容易甩掉他们 仙女终于和小毛月上会了 如果要你和这么个美女谈个恋爱 就能实现你三个愿望 你愿意吗愿意的扣不愿意 本期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我下期更精彩